我们只有无留个人受伤 但法国国旗在堡垒的城墙上飘扬 历史场景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清法战争的法国小学兽诉说战争情景 轮轮国中 战兵国中 成功国中 三所学校的学生们一路跟着导览员Mike 认识大沙湾沉津的故事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法国小学兽 我刚刚在那边听的时候 还不知道这下面有厉害 然后很震惊 就是很荣幸说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以前的故事 以及来观赏古迹 鼓励全民终身学习 进而建立学习社会 教育处推出学习型城市计划 与在地青年团队合作 这一次我们设计了一条路线 是在大沙湾地区做走毒沙湾的活动 主要是想要透过这个活动 带着基隆在地的国高中生 就是青少年们 他们来认识这一个地方的故事 那我们透过导览跟戏剧的方式呈现 所以呢 他们有可能呢 边走边认识这个地方 这边古迹 为什么会有这一栋房子 有这个建筑 这边的街景 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们可以从导览说故事 来认识这个地方 那我们上班历史文化 也许这里我们有刚修好 私营官邸 然后还有我们校官眷社 以及我们的 这边重新一个新面貌的一个大河公墓 那其实是透过像这样子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就是我们学 基隆的这些国中的学生 让他们可以去了解 就是更多的在地历史 那是非常值得大家 来这地方走一走的看看 有别于教室内的学习 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文化 学生们收获满满 透过导览解说与戏剧演出的方式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走透透 更能深刻体验当时的情景 认识家乡的故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